现在说到二十大人事变动啊 大家关注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有的时候有人露面了 有的时候呢有人不露面 那不知道这个露面和不露面中间到底有什么轮道 我们请导播切上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有关于二十大人事 今天呢我们主要讨论两个大家关注的要点 第一是二十大什么时候开 第二是二十大之前露面和不露面 其中到底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 下面就请和平先生请的发挥吧 观众的理由您很有意思 一个说和老退吧 这个完全符合我的心 我本来就不想上来 我不存在一个退的问题 第二个说没有老和这档节目没有意义了 到底是要我退还是不退啊 你们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对就是群众们还没有解决是退还是不退的问题 所以我就先不退 这个这个泰国就是像我们是小小的一个媒体 这个事情没有讲 很重要很重要 对八亿那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总理退和不退都没搞清楚 我们这边先放一放 对不对 你知道泰国的这个 我们要谨慎评论 为什么要对泰国一定要谨慎评论呢 为什么不能够随便说 美离不能解开 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讲一讲 军主离线的泰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就是总理不能连任 总理连任以后为什么 他就会影响到军主 所以呢 基本上 泰国 如果这个 总理很厉害 就有一招对付他 政变 军事政变 现在的这个总理是靠军事政变成功了 但是呢 原来的 受人尊敬的国王 加班了 新的这个国王呢有时候到德国啊到什么地方去游玩 他就把这个 治国的这个权力啊更多的真的就是 由这个总理来担任 没想到这个总理啊一担任 就搞了八年 这一下子 泰国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尤其是泰国的年轻人 不断的上街抗议抗议 最近呢就是昨天吧就是今天 实际上今天这个泰国的宪法的法院作出了一个裁决 说你24号 就是今天嘛 你都停止总理这个席位 这个跟之前的争论不一样 因为每一种人算一种方法 有人说你修改宪法以后 算 他可能要到2027年 或者说呢要到今年的 一般认为 要到下个月11月份召开的这个 亚太金融会议 才会退下来 没有想到 现发的这个法庭还真有权位 所以他停职了 由副总理来代理 然后呢这个 不过他还可以上诉 不过还是可以上诉 泰国的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是个政治立行的国家 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所以我这些话留下来 你们不要跟我 学下任何限制 但是老是军事政变 好几次军事政变我都在场 就是大家 一听到军事政变 大家吓一跳 其实不是这样的 每一次军事政变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个理由的好机会 大大可以促进理由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傻子 不知道 因为泰国很乱 根本就不能去 我就好几次 只要 军事政变了 我就马上跑过去 为什么 酒店在便宜 吃的东西在便宜 然后还过来你可以跟军人们一起去合影 他们也把那个 那个那个坦克什么宗教材开出来 其实泰国军事最擅长的不是大武器 他真是个和平的军事 他们的军事最擅长的 就是打高尔夫球 对 咱们现在得敲敲黑板了 得回到正题了 不然毛衣们都急了 说好了20大你们开始讲泰国的吃喝旅游了 还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有个留言 退和不退 对对对 20大 提前开不开也跟退和部队有关 对咱这是跑题啊 一路已经从武道口跑到通州了 再往下跑就跑到张家口去了 回到武道口来 讲一讲有关于20大到底 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之前呢 和平先生提出这种可能性 说20大也就不要等到11月开了 咱们早点开吧 早点开完之后就开放吧 是不是 那么最早20大会什么时候开 20大我为什么提 讲去提早开的就是因为 如果你在中国内部短灯系统工作过的人有一个经历都知道每一次只要遇到大事情 中国就是不是稳定压倒一切 是这个大事情压倒一切 比如说北京开奥运会 奥运会就会压倒一切 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办 今天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病毒一个就是20大 20大不开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 如果20大又没有旋律 对不对 那既然没有旋律 那你为什么干脆早一点开呢 而且今年的事情这么乱这么多 你根本就 不能解决 所以我就建议他们早一点开 原来说11月份开 我说太晚了 而且你11月份那么多活动 会很忙碌 所以他们说11月份开 你觉得什么时间吗 我觉得按照传统来讲 正常来讲 是10月中下旬 但是呢我建议他们 最后是上旬 到中旬开了 就不要搞到中下旬了 但是他们听不听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 有些东西人为年轻嘛 对吧 如果我们六道币搞起来以后可能力量比较大一点 OK 怎么又踩着六道币 这个软管高不断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如果开的话 从目前来看 就是下个星期就宣布了 最快是在10月上旬到 中旬 稍微 合适的时间呢 是10月中下旬 最大的几率是10月中下旬 提早开始 10月上旬 你也知道 你骂一骂 8月底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可能就会透露到有关于20大时间的更多的信息 那么此前我们看到 他会透露两个星期 一个是 其中秦桧什么时候开 一个是20大 主要是20大什么时候开 其中秦桧无所谓了 但是说到20大准备工作还是要继续的 那么现在到底是谁在进行20大的准备工作呢 这就涉及到到底哪个常委 出来哪个常委不出来啊 那么之前呢我们通过国常会呀 通过19省经济讲话呀 看到了李克强总理似乎十分活跃啊 不断的这个 有各种各样针对经济的喊话 那我们看到胡春华本人的 当然胡春华不是常委 也是频频的露面 好像另外的几位常委就没出来 那比如说这个王沪宁不见人 对吧 我们再看到韩正不见人 对吧 那谁出来谁不出来 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说的 我们没有党的机命 现在最怕的就是 切切党国的机命了 我们只能按照历史上的规律来证明 历史上的规律显示出来 19大吧 有四个常委 负责20大的这个 两个工作 一个叫政治报告的起草 政治报告的起草 19大是 组长 习近平 副组长是 王沪宁 赵乐际 和这个 是不是韩正啊 不是韩正 反正就是 19大不是我搞错了 就是反正就是 四个人 一个是总书记 一个是书记是厂务书记 一个是中纪委书记 一个是国务院厂务副总理 这四个常委 要负责20大的筹备工作 那另外三个常委干什么呢 前面讲了 汪洋现在正在开 全国这些常委会议 已经有一系列人事变化了 那么 下个星期 到九月初 有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这个会议是不是决定一部分人事 我们还不知道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工作是 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总理你看开来开会 重复了这话不断的讲 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 负责中国的日商润卷 在某种程度上 他见识总理又是总书记的味道 他叫代理职务 那么另外几个人 习近平这些人 露过一次 还这样露过一次 他们偶尔的时候会出来露一下面 但是多数的情况之下要干两个工作 第一个 就是政治报告的 最后起草 这一次的政治局 再次下一届的政治局 就会正式通过 他们政治局通过这个政治报告 然后再去报告 20大的时候出来 第二个是代表资格的 初步手段的审定的最后完成 党的代表 还有一个是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政治局委员 如果有政治局常委 我是主张取消的 你们知道啊 那么还有中央书记区书记 然后中纪委的领导班子 中央军委的领导班子 这些班子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案件 初步的这个名单 初步的决定 那么这个决定还没有最后挑战的一个原因是呢 这些同志 这几位常委 要分头跟相应系统的人进行谈话 然后达到一定级别的人 习近平都会谈话 所以他们非常忙碌 这几个月不是说要习老大要去去吗 我不知道他真的有没有时间 其实不是政变的问题 是他从程序来讲就有很多麻烦 嗯的确实啊 那么好那么有关于这个二十大之前 今天呢也为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但大家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具体的人物啊 但今天的我们节目有限 因此呢可能在未来啊再重新恢复到有关于二十大之变的人物系列 那么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几位啊 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胡春华啊 包括汪洋包括李强等等 那如果您对这些人物的试图轨迹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您一部华尔街电视 那么当时呢我们是把这个论坛节目其中的片段相应剪出 如果您只关注某一个具体人物的话呢 那就可以在华尔街电视的频道里面搜索这个人物的名字 就会看到我们往期的相关节目 下一个人我们介绍谁能不能提前给观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暗示 那明天我们介绍一个人物叫陈铭 哎呀我说的是暗示 您直接就点出名字来了 对不可以 不讲陈铭我们讲另外一个人 对可以讲另外一个人 您来暗示一下 我们临时换点另外一个人 但是说到这个陈铭啊 其实这个名字蛮有意思 那么一听知道来自敏儿后学不齿下问啊 但不知道陈铭有没有兄弟啊 哎呀讲到兄弟啊今天我们还真忘了 搞正文有一个弟弟叫搞正武 就是杨洁篪有个弟弟叫杨洁篪一样的一个是辅一个死 搞正武啊最喜欢开餐厅北京那些餐厅呢 牛魔王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 对吧 哎呀就挣了很多钱 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陈铭尔如果有弟弟叫 敏儿后学不齿下文不是叫叫陈不齿 对吧 敏儿后学不齿下文 陈铭尔呀 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出生好 跟汪精卫是老相 这是出生好 对出生好啊 汪精卫是不能说汪精卫是 一百人才都是当不上 但是呢 他是绍兴师爷 OK 你们别看这个绍兴师爷这么一个说法呀 我是好多朋友是绍兴人 他们真的是 秩序大力 对啊 不会讲不齿这种 词 比较韩式比较文雅一点是他们基本特征 全面 哎呀算了 可以留到明天说 对咱们得留到明天说了 不然的话今天 您老人家这一说起来煞不住闸 咱这冲着12点半结束的节目 我们一下就掉两点半去了 但是呢有关于20辆的话题啊 其实我们看到网友啊今天还是很关注的 特别是啊 尽管那个和平先生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很多人还是捏着鼻子来听和平先生讲 不是古代汉语不标准 但是呢 但是呢 还是经常 错会和平先生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这个不不按时完成工作 那就说是没有听懂 和平先生到底在讲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人事小机密 那么说到这个人事变动啊 办公室的人事变动 要跟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啊 就是呢 李琦 经过呢 三百六十五天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休假的机会啊 那么可能在下周的某几天呢 我呢 就会去一个遥远的美丽的地方啊 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假 华尔明 华尔明 对 你是不是开那个会啊 那个杰克逊的会 对 那很有可能啊 但是呢 具体去哪不能告诉大家啊 但是呢 我们这档节目应该是不会停的 那么之前呢 我们的非常 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 艾瑞 会继续回来啊 替我代班 也不是替我代班吧 就是呢 会担任主持的角色和小杨的共称大梁 如果某一天找不到别的另外一位嘉宾主持人 那么相信 和平先生还是会赏脸过来啊 帮我们主持一场凑齐三个人 有人说麻将是三缺一 那我们这个这个主播台呢 是二缺一 不能少一个 所以呢 希望到时候和平先生也帮忙 为我们继续讲有关于二十大人事变动的有关情况 但是此前我们也说啊 历来呀 就是这个独裁国家的这个最高元首啊 只要是出国国内就政变 所以不知道我这一走回来还能不能有主席台上的一个席位啊 所以呢如果大家啊支持 尔克支持 李奇支持小杨 甚至是支持和平先生的话呢 都希望您能够给我们打赏啊 不管钱多钱少对我们都是很好的鼓励 至少是精神食粮 同时呢 如果您希望继续参与我们直播讨论的话呢 也请您加入今日华尔街的频道会员 未来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留言区呢 就会对专属会员开放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 并不是为了限制其他网友发言的机会 而是啊这个留言呢实在太多 我们希望进行更高效更有价值的讨论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讨论空间更加平和理性 如果您对我们这档节目感兴趣 希望未来与我们一起讨论 钟拜时事的话呢 也欢迎您加入 我们就会讨论 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为大家 听一听 还有一位叫做这个老钟的朋友啊 给我们打赏 谢谢这一位叫做老钟的朋友 说这几天合总时间变来变去 想点就点变得特别短 你每天也是得工作一个时候就不再工作了 所以呀时间奉献给了华尔街论坛 想点就点那边就比较的懈怠 所以只能在这里打赏 顺便说一下 昨天李奇博士的赏仪很漂亮 眼泪之一是今天这件不怎么样 其实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这个家里的衣服 这个洗洗换换洗洗换换 有的时候呢洗的不那么勤啊 就就没有衣服了 但是啊说说颜色配比很好 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昨天衣服的表扬 好 我这意思 小杨你做了多少节目 你到底有没有换衣服 还是衣体衣服买了50件 我这里这里先暂时保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我们素一点 可以更突出 衣服的好看 小杨真是会说话 出来了 你看就是江浙地区的人才 绍兴是绍兴吗 我 不是 对但是啊这个江浙的确是出才子啊 未来有关于才子家人的故事 那普遍呢 是到是到江浙去说 尽管真正的美食制度还是东北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 在青岛 在东北青岛 这是这个李奇的这个这个黑历史啊 一下就把我们青岛归到东北 也不知道东北归到青岛 还是青岛归到东北啊 好那么今天的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直播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华尔街论坛 明天再见 明天 明天